今天好轉眼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04年的特色戰隊 特搜戰隊形式連者機器人 然後先從它的人型開始介紹 這一組比較特別啊 因為本人拿到實際是二手商品啊 所以後來發現它有一個小缺陷 等一下再一起跟大家介紹 後面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然後它分別有五架 它分別有五台所謂的 主體的一號的是衝鋒車 然後左腳是二號的直升機 跟三號的右腳三號的運輸車 跟右手是裝甲車 水路兩用裝甲車 跟右手的五號指揮車 五台合體 然後它本身這一組有一個聲光效果 聲光效果是在這邊 後面這邊注意看到這邊有個開關 這邊開關打開後 它就可以有聲響 然後聲響的主要來源是這邊 胸口一號這邊的按鈕 然後聲光效果除了胸口的裝甲以外 其實注意看到兩個腳的部分也有 看到 主要是這兩種聲軌啊 然後可動性來講 除了手臂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戰隊系列的這個手臂的部分 可以動以外 這一組比較好一點是它的 腿這邊這個關節 骨關節這邊算是可以動的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這個關節到時候是跟它所謂的 衝鋒車要變身手臂會人形時會有需要用到 所以這個關節算是可以動的一個關節 然後另外就是它的拳頭是從裡面 手臂裡面伸出來的 所以它的關節可以稍微這樣轉一點點 然後另外就是所謂的人形的部分 它的聲軌拆掉是沒有聲音 但注意聽裝起來的時候有聲音 有那個組裝的聲音啦 還蠻有趣 而且聲音會跟著跑 腿拆掉也沒有聲音啦 裝上去也有聲音啦 主要的聲軌就這幾個 然後武裝的部分 其實主要的武裝都是在所謂的三號這邊 三號的裝甲車 欸運輸車 運輸車這邊有一個置物櫃 這樣講得奇怪 打開後裡面可以看到裡面的 武裝都在裡面 主要的武裝在裡面 所謂的緊槍跟所謂的緊刀的部分 兩個都在裡面 緊刀部分是先打開 但緊刀部分只有劍刃的部分 槍的部分則可以直接左右手都可以拿 但比較可惜槍的部分並沒有任何其他的聲光效果 然後就是所謂的四號的這個裝甲車的部分 注意看它後面的這一個 所謂的探照燈的部分往後拉 它可以變成所謂的劍柄 像這樣子 然後劍柄的部分這邊還有一個開關 不是一個關節 折開後 就變成劍柄的部分 然後前面這邊插銷兩個互相裝上去後 這就變成所謂的劍柄模式 然後左右手都可以拿啦 但是可以主要像這樣 這是它兩個主要的武器 另外一個武器是所謂手銬的部分 手銬的部分比較有趣是在所謂的直升機的這邊 打開後注意看它這邊有兩個關節 不要緊把它拆下來 先拆下來 先拆下來比較快 等一下在 個體介紹實在另外拆啊 這兩個所謂手銬的部分打開後 注意看這一個手銬這邊有一個插銷 然後往下撥跟兩個插銷扣在一起 扣起來 這樣就變成手銬模式啦 手銬模式的話則是這邊可以讓它 讓人型可以拿 像這樣子 槍的刀或槍的部分拿掉 然後拿手銬是像這樣 可是這麼大的手銬 我覺得也沒什麼用 直接拿來尻人可能還比較快一點 這是它的主要的三個武裝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有趣一點就是 這個武器它並沒有這樣使用 但是我看來也是有些人介紹 它劍刃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原本的劍柄 往後往內移壓 說回原本的樣子後 這個插銷跟它原本的 4號的右手臂的這個 裝甲車的插銷如果再扣回去的話 它可以變成像拿所謂的 這個不用拿劍就直接把劍裝備在自己手上 我覺得這個模式反而比較帥一點 這是一種意外的發現 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有看到這樣子 武裝還可以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轉一圈 然後升軌 真的有點像消防車身一樣 先把武裝的部分拆下來 然後就稍微介紹一下 看一下全部的狀態 正面看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劍柄的武裝的部分都拿掉 後面是這樣子 轉一圈 然後聲音的開關在這裡 然後它可以各自分別成 另外五種型態 就是拆開給大家看 先各自拆開 一號的這個是特警衝衝車 紅色的部分 紅色部分 如果要變成所謂的人形 從所謂的人形 組大合體模式的時候 要變成車型的話 只是這邊注意看 這邊有個開關 打開 插銷打開後 頭 縮進去這一個插銷 然後這兩個插銷 收據這個凹槽 然後這邊兩個插銷 跟這兩個插銷做連結 扣進去 扣完後有那個生軌 然後所謂的 原本的腳的部分 則往內縮 扣起來 扣起來 則是變成所謂的 一號衝鋒車的模式 正面看這樣子 側面看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比較特別一點 我一直以為它只有四個輪胎 那實際看起來是有 總共有六個 所以還蠻有趣的 然後聲音軌的話 一樣 還是沒有變 這點比較 個人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所謂的衝鋒車的車型模式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它所謂的 後輪上面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小型的手臂 打開後 注意看裡面還可以伸出兩個手臂出來 像這樣子 這是衝鋒車的部分 一號衝鋒車的部分 衝鋒車這個 注意看這裡有兩個開關 關節這裡一個 然後本身轉一個 這是一號衝鋒車的部分 然後再來先介紹 二號的部分 這個是特頸直升機 它特頸直升機的部分 從剛剛的腳的部分 就是把所謂的 直升機頭往前一撥扣起來 兩個螺旋的部分 往外側 然後後面這邊有個尾翼 尾翼往外側 然後反過來後看這邊 前面車頭的部分 飛機頭部分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輪胎 輪胎打開後 然後再把下面這一個 掉臂的部分 往下一撥 基本上所謂的直升機模式 就完成了 側面看這樣子 前面看這樣子 上轉一圈 然後剛剛從上面拆下來的 兩個手銬的部分 先把手銬變回去 手銬拆下來後 主要是裝在這邊 它這邊有個插箱 這樣扣上去 扣 扣上去 像這樣 螺旋的螺旋是這樣 欸 我扣 我扣反 這樣才對 扣起來是這樣 側面看這樣 然後可以扣起來 這樣 然後這兩個 這個部分是可以旋轉的 螺旋的 呃 直升機的螺旋的部分 可以旋轉 然後從側面看這邊 這個部分 這兩個都可以旋轉 這還蠻有趣的 然後如果要變成所謂腳掌模式的話 只是把原本的這一個 後面的 直升機底部的這一個 掉臂 往內一縮啊 扣進去 變成平的 然後飛 呃 直升機頭 的這裡 的腳架 往內縮 這邊有那個狗的標誌 我現在才發現這邊有貼貼紙 然後後面唯一的部分 往內壓 車頭 往 欸不是車頭 飛機頭 呃 直升機頭 往上扣 扣進去後 扣進去卡榫後 原本的兩個 螺旋的部分 往內扣 這樣就變成所謂腳掌模式 然後裝甲車的部分 欸這個是三號 三號裝甲車的部分 其實 欸運輸車 為什麼 今天一直講話有點沒練 它的部分其實也很簡單 如果你要從所謂的 車型的話要變成所謂的 我先把這台的開關關掉 它好像有點 講到話就會回應一下 感覺有點詭異 要把它從所謂的腳步的零件 要變成所謂的 運輸車模式 其實就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車頭往下一扳 它就變成所謂的運輸車模式 側面看這樣子 正面是這樣 正面這樣 然後車型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有點詭異 因為它這邊 有一個很大的空隙 因為它主要合體 是注意看這邊 這個插銷跟這個插銷 會扣在一起 所以它這邊有留一個很大的空隙 然後這邊 一樣可以打開 剛剛的武裝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把它放回去 然後可以扣進去 然後這個所謂的置物箱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拿起來的 後面可以像這樣子 中空啊 這是三號的部分 然後變為車 變為所謂的腿部型態 其實就這樣 卡榫扣起來 就完成了 側面這樣子 完全 然後再來先介紹四號 四號的部分是所謂的 裝甲車啊 裝甲車部分 如果從剛剛的 手臂模式的話 其實注意看它的插銷 就是這邊 輪胎 底部這邊有個插銷孔洞 這個孔洞插進去就變成什麼 然後手臂的部分 直接縮進去扣起來 然後注意看這邊 手臂這邊有一個 讓你好搬的一個小型卡榫 有興趣的朋友 搬的時候 這樣比較好搬 這裡可以扣 然後搬完後 注意看比較特別一點是 它的手臂這邊有個孔洞 跟這邊有個孔洞 這孔洞疊合在一起後 原本剛剛的劍柄的部分 就可以插進去 然後劍柄的部分 如果你要讓它放進去的話 就是這個往內縮 然後就直接插進去 這就是所謂的 那個特警裝甲車 水路兩種裝甲車 側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然後它 四個輪胎可以動用 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它所謂的劍柄的部分 可以往上抬 像探照燈兩個這樣子 可以使用 這樣子 這是四號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所謂的 5號指揮車部分 它其實要變成所謂指揮車騎乘塊 因為它的零件這邊 所謂的左手部分 就直接往內縮 這樣就完成了 而且它其實是有點Q Q版的感覺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那個 他們那個標誌 然後這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的這一個 開關這裡 頭上面這個其實是可以拆下來的 它拆下來後 暗道講這邊有一個紙卡 可是因為我這一組 是所謂的二手品 它的紙卡已經不見了 然後把這個 這邊有個關節往上撥 這樣扣回去 然後這邊如果換各式各樣的紙卡 就可以變成所謂的訊號牌 這邊有個紙卡的訊號牌 可以放置去 但因為本身是二手的 所以沒有 側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算是一款 還蠻有趣的一款 我一直以為 那個是所謂的警惠可以拿下來 但後來發現 好像所謂的機器人模式 是沒辦法使用那一些紙卡的 有點可惜啊 這是2004年的 特殊戰隊形式連者的 形式連者機器人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 其實這是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我買到時才買一千 一千多 一千四還一千五吧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考慮去購買 算是一個 個人覺得還蠻帥的一組套組